大家好,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英国首相鲍里斯·强森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除了药店、超市等生活必需品供应的营业场所之外 其他的,譬如酒吧等娱乐性的场所将陆续被关闭 同时禁止大规模的人员聚集 号召全民居家隔离,对违反禁令的人员,警察有权利驱散和罚款 同时关闭学校,但是医护人员还有物流等应急部门的人员的子女 可以继续留在学校上学 目前英国确诊的病例是8080人 但是根据英国疾控还有英国学术机构给的结果 都说这个数据还是比较小的,因为没有大规模的检疫 至于英国目前有多少确诊的 但是没有被查出来的呢 各方面给的数据不一样,有说3万的,有说5万的 更多的还有说10万的 总之吧,就是还有很多人并没有被检验 因为检测能力不足 大规模的社区传染呢,也是存在的 根据英国地工理工学院给的数据吧 认为最终可能会达到100万到200万吧 但是他给的数据是有梯度的啊 就单纯说他说的死人吧 那么如果英国政府基敌应对的话 大概会有2万多人死亡 那么如果是消极应对,但是又采取应对措施的话 会有25万人死亡 如果采取之前鲍里斯强森的群体免疫政策 什么也不管的话 会有51万人死亡 那么英国的人口规模来看 如果什么也不管采取群体免疫政策的话 死亡的数字还是非常大的 51万 那你再加上感染人群 这个数字还是不能让人接受的 所以鲍里斯强森提出群体免疫政策之后 在英国遭到这些学者呀 还有疾控啊 还有很多政府部门一些议员的 集体的判轰 认为这个东西非常的没有人性啊 也非常的夸张 而且英国也承担不了这种巨大的损失 认为鲍里斯强森的是愚昧的 是无知的 很多学者也提出来了 和以前说的一样 你这个老想保经济 可是你不解决疫情 不解决病毒的问题 你怎么能解决经济的问题呢 只会让经济搞得越来越差 只有解决了疫情 才能去解决经济 这是一个本革默的问题 不能本默倒置 估计也是各方面的炮轰指责和压力过大吧 鲍里斯强森呢 改变了他的政策啊 采取了一些积极防御的手段 那目前这个手段效果如何 以观互效吧 毕竟他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也没两天 很多东西啊 说起来为时过早 但是采取措施总比不采取措施好啊 这里说一下吧 对吧 这个鲍里斯强森啊 最开始说要采取群体免疫政策的时候 就是我们不用管啊 这要保证经济 恢复经济运行就行了 对吧 让大家都去感染 感染的越多越好啊 感染之后 对吧 很多人啊 就有了抗体了 就不害怕这个病毒了 至于有一些人要死吗 这也是必要的代价等等啊 可笑的是啊 一堆人啊 给这个鲍里斯强森洗地啊 你优兔一堆咱就不说了 微博上也有啊 比如有个叫英国社会学者 何月的女的 也一番论证啊 按照他的名字 他应该在英国吧 论证鲍里斯强森这个政策 是多么的合理啊 同而借机把武汉批判一番 认为采取这个封城 不要经济的做法 是非常荒唐的啊 是非常荒谬的 等等吧 但这个时候啊 他们又不讲了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一粒杀 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庭 如果我们把他们看成一个数字的话 那是多么的残忍的 他也许是人的丈夫 也许是人的孩子 也许是人的妻子 他的死亡 对吧 是一个家庭的悲痛等等 以前这个何月也这么讲啊 到了英国就不讲了啊 要讲我们要雇大局 要保证经济的运行啊 如果经济运行不下去的 整个社会就瘫痪了 对吧 一些人的必要的牺牲啊 是很有必要的 非常的可笑 像这个合约啊 英国社会协助合约 这种论点的人特别特别的多 对国内或者对武汉封城之后 就跟你讲 每一个人啊 把这个视角放到个人的视角上去 到英国这里 就放到这个国家视角上去了 就给你看整体 看大局了 又不看个人了 到国内的事情上呢 他又给你看个人 不看国家了 这就是一种不成比例的类比 或者是瞎类比 采取构同的标的进行类比 偷惯概念 譬如以前说民国 对吧 以前为了论证民国多么多么的好啊 给你举的例子 都是当时民国的这些上层社会的 把上层社会 或者上海滩子 或者那几个流氓猴子 黄金荣杜月生 他们的姨太太 孟小冬 还有些大文人 把他们的 这个生活的光鲜亮丽 呈现给你 告诉你 民国多么多么的好啊 可是我们能够看到 即便是在民国时期的上海 也有很多路四路街头的 吃不上饭的等等 他不跟你讲这个 那我再来谈今天的中国的时候 对吧 我们有偏远山区啊 有贫困儿童啊 等等 他又不谈今天社会 你不管是上海北京啊 这些 出在社会上层的人吧 生活的啊 如何 他又不这么比 对吧 这完全就是一个 用不同的标的进行对比嘛 谈民国的时候 谈社会上层 谈今天的时候 对吧 挑最底层的 来给你进行一个 差别式的类比啊 呃 如果 这个逻辑不是特别好 就往往就容易被带天了啊 会 给你一种民国多么多么好的感觉 但事实上 在民国 他们跟你呈现的 也是少数人的生活 对吧 这些少数人的生活 并没有什么 代表性 同样啊 在论证 国内和国外 不管是新冠 包括其他的 以前的一些事情 也是一样 他跟你类比的人群 也不同 你譬如 鲍里斯强分的 这个群体免疫性政策 他对整个社会大众 显然是 不利的 对吧 就等于放任去死嘛 和美国也差不多 但是 我们目前 很多的证据啊 这个媒体也报道 美国也一样 包括之前啊 你像美国那个 NBA啊 那些球星啊 都检测 你看推特啊 包括川普说 这是个小感冒 下面很多评论 也都质疑 为什么他们能检测 我们就检测不了的 英国一样啊 英国在 鲍里斯强证 说群体免疫之前 英国很多人 也得到了检疫 这些人 对吧 应该说都是上次 就是这个有钱的呀 或者权贵的呀 你不管群体免疫不免疫 他都能得到 很好的照顾 很好的检疫 那这种群体免疫政策 终归是对整个 大众的不负责任 很多人老讲 有选票啊 一定会为了人民啊 这个那个 这个东西里老说过了 两个烂苹果挑个不乱的嘛 就那么两个党 就是二选一嘛 首先是党内选举 他首先代表的是党内的利益 至于代表不代表大众啊 那谁知道呢 就是两个烂苹果 那你选吧 大众来选一下 就从他这个候选人开始啊 就不是每个人选出来的 其实你看台湾更清楚啊 因为台湾都是普通话 大家都能听得清楚 首先是国民党和民进党 先选出一个代表党内的人 然后大众再来选 普通大众你根本就也选不上了 能够选上的呢 能够站到那个位置上的 背后的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 他所代表的首先啊 就是他背后的这些人群 所以啊 通过鲍里斯强分的 这个群体免疫性政策 我觉得打脸了很多很多的人啊 打脸了很多的公知啊 打脸了很多的恨国党啊 因为就在他们吹嘘鲍里斯强分的 这个群体免疫政策 多么高明啊 为了经济啊 对吧 为了社会的运转啊 等等 吹嘘了一通合理的洗地的时候 英国的这些学者啊 议员啊 还有疾控中心的这些专家 人家就不干了 先把鲍里斯强分一通猛劈 一通猛攻 一通猛打 但是我觉得这些洗地的啊 方向转的快啊 是我们所料不及的啊 脸皮之后 也是我们所食料不及的啊 比如那个何月也一样 他又给你转换了一个视角了 对吧 说这个经济如果受到影响啊 你看要失业了 失业之后啊 有家人要养等等 又从这个角度给你讲 又从这个宏大的视角 给你转到个人的视角上去了 但是啊 但是啊 这里要说 那假如他得了新冠在英国成了 这50多万死亡人数中的一个 对吧 因为这个地公旅公学二说了嘛 群体免疫性政策的话 英国就要死50多万 你成为这50多万人中的一个的时候 那你的家人就不要养了吧 你都死了还养了屁呀 但是对吧 需要这一个收入来源呢 需要这个经济支柱的家人 依旧是存在的 依旧是存在的 哎 所以啊 这个暴力之强孙 他本身的态度的转变啊 就打脸了很多很多的人啊 喜记得太多了 太胡扯了 那么与此同时啊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啊 最近 给留学生呢 召开了一个网络讲解会啊 主要就是介绍如何防疫 那么面对着这些情况吧 要如何的应对啊 而且会后呢 搜集在英国的留学生的信息 同时给留学生 每个人发一个安心包啊 安心包里呢 对吧 有一些资料啊 也有一些 比如口罩等一些物资吧 具体有什么 我不太清楚啊 因为只是看到了这个新闻啊 关于安心包的介绍呢 并没有找到 我个人猜测吧 安心包大概是这个东西吧 如果有拿到安心包的留学生 可以在下面评论一下啊 介绍一下安心包里到底有什么 而且是不是 所有的都能拿到呢 还是目前是逐步进行的 一部分留学生拿到了呢 这个信息非常的少啊 即便在微博上也几乎搜不到的 甚至是我压根就没有搜到啊 只是偶尔看到了这么一个关于 安心包的信息 总之吧 还是对海外的留学生等等 嗯 进行一些负责任嘛 一个现在回来也很难啊 再加上路上转机转很多地方 而且人又这么多 也未必是很安全啊 而且英国呢 也主动的采取了防疫的措施了吧 嗯 再一个吧 就像以前说的啊 华人民云共同体啊 那个时候 我觉得对吧 海外的华人啊 还是要组织抗疫的 都往国内也不现实 包括北美的都算上大几百万人的 哪怕留学生也几十万人呢 对吧 根本就不现实啊 还是组织自救 然后国内啊 提供各种信息啊 大家华人有很多的医生 那么如何自救啊 或者是自己寻找隔离点啊 或者国内提供这个药品啊 或者医疗物资啊 等等啊 在海外组织自救 其实是一个更加靠谱的方法啊 那好了 这个视频就录完了 那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请订阅一下